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露 这种担心已经对自己的盲目自信 他就找了别人随便搭设 说实际上绝对不是那种 因为找不到女朋友 而且还担心娶不到老婆 还盲目自信 所以才在大地上随便搭设的人呦 结果当然是被拒绝 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沙雕组合看到 在回家的路上 钟二觉得非常丢脸 谁知道金子的闺蜜明美 就在这个时候递上了约会邀请 万年单身狗 钟二一看 就仿佛便秘的处男 突然被递上了开塞路 幸福的晕了过去 第二天在约会的时候 钟二眼看有点冷场 就提也要么扳手腕吧 明美一看就让钟二让着自己 钟二看到明美用尽全力 居然还想着一决胜负 一下子就差点把别人的手掰断 要么怎么你能单身呢 看到这里钟二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觉得不要扳手腕了 多危险啊 要不来相扑吧 腾讲的你要想抱人家就直说 只有在他们准备相扑的时候 沙雕组合突然出现 阿刹看到钟二居然有女朋友 就非常震惊 毕竟他自己也都没有女朋友 唉可怜的李子啊 在路上 阿刹还曾经在钟二有对象的画面里 想着想着他越发的生气 就变成隶属 想去拆散他们 而阿刹就与李子一起往回走 恰好还被金子看到 他由于阿刹劈腿 鼻孔都绽放出震惊与悲伤 另一边 阿刹在大家面前来了个后空翻 让明美感到非常厉害 钟二脑虎的亲戚就想要盖过阿刹的分头 所以就地来了个跟头 没想到却压扁了无辜的狗屎 眼球的又要被嘲笑 钟二灵激动说这是狗屎运 呵呵真是冷笑话 结果明美就在夸他幽默 阿刹立刻扭去了 第二天在大街上 阿刹又遇到了钟二与明美 看着他们恩爱的样子 阿刹就强行插足 很明显并无卵用 阿刹再次受到打击 就连山寨神探都唤醒不了他 与死同时 被受打击的 还误以为阿刁劈腿的金子 明美就建议去教训阿刁一下 那金子哪死的呢 就决定跟李子打架 甚至用阿刁 真是羡慕啊 放学后 沙雕组合又在游荡 在路边他们看到明美 居然跟一个陌生男人非常亲密 他俩立刻意识到 终而被绿了 可能是一种来自雄性的怜悯 沙雕组合感到非常悲凉 才怪咧 他们非常幸灾乐祸 尤其是阿刹 他赶紧找到正在约会的宗娃 告诉他明美另有所属了 原本的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谁知道宗娃一场的成熟 用一个糖果冷静了阿刹 然后溜吃大吉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们没有买单 在电影院里明美感到助力不安 主要原因是他的确有男朋友 明美之所以接触中二 是由他男朋友遭遇小混混 他男朋友就要求明美 寻找一个很厉害的人当假男友 帮助自己去对付小混混 此时呢 金子就在李子的家门口拦住了他 说想要跟他决斗 不让上女对对的记录违约 那打起来自然是不分上下 好在最后两人解释清楚了 李子就请金子在家吃饭 而游玩会的明美因为感到内心愧疚 所以就没有提出让中二帮助自己男友打架的事情 沙雕组合反正闲着没事 就跟踪明美 想要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结果在天桥下 明美的男友知道他没有去勾引男人 就非常生气的污蔑明美爱上了中二 这一幕被沙雕组合看在眼里 当然也被中二听到 中二表现得非常成熟 不论是什么理由 他都非常感谢明美 愿意跟自己这样的人在一起 这给他的青春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 对了顺便提一下 中二今年19岁 中二这天 明美的男友独自面对混混 明美却凑了钱想帮助男友 然而却被混混给缠住 关键时刻 我们的中二完全没有暴露那种 我救了你就会当我女朋友的动机 非常纯洁的神奇的感染了 以中二的实力 对付这几个人自然是很轻松 这里明美非常感动 然而小混混背后还有更多的小混混 虽然明美跟男友都被抓走了 中二不得不面对单挑几十人的困境 虽然她的确非常勇武 但是还是被抓了起来 关键时刻 杀第二人之后赶来救援 反正他俩也没什么事 尤其是这个阿莎 他来的主要目的 是因为想抢了中二英雄救美的风筒 这样明美就不会感激中二 他自然也不会在一起了 后面就简单多了 卑鄙的阿莎正在渔网 将一种混混网做殴打就完事了 不过看之前的校服 大家都知道 这很明显就之前的混混头目 四哥的手下 看到自己的手下又没打一顿 这薪酬就让一起算 他们决定这是跟杀雕组合刚到底 实时的阿莎对此自然是一无所知 因为没有带便当 所以就想着约李子去咖啡店 当然原因不是要去约会 而是去乘饭 可怜的李子